不管你输还是赢 但总结算你已经很厉害 希望你会继续努力 我觉得像拳击这一类的运动 不一定是你的力量强 就是真正的强大 我想告诉大家 其实我很强 明天就要决赛了 我希望在这场拳赛里面 能够打出自己想要打出的东西 我希望把我的生日愿望 金腰带在路上 对 连续 对 掌声欢迎 金亮级金腰带的征服务拳手 利路修 张延齐 中量级的两名拳手 张伦硕 肖顺遥 顺遥 你知不知道 他找伟丽佳克的时候 怎么了 他找我们自己带科教练有什么问题 来 上红足 沈梦辰 你确实交汇了很多人很多 这是我的第二产业 他们都在我那弄的 应援物品 老公 我觉得厉害 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 我看到你 你就是我的冠军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 你看你们两口子一开始了之后 我们两个躲得有多远 这个我今天特意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送给利路修 你叫什么 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最喜欢的 加比奇迹更重要 今天由我来创造奇迹 你就负责回家吧 如果他今天赢了我的上一场对手 代表你很没面子 你知道吗 很没面子 你看他笑了 你终于笑了 今天 加一齐必胜 加一齐必胜 加一加我回家的人 已经不已回去了 利路修上来以后连续的抽击 先抢了先手 漂亮 不要抓我 利路修连续的左右直拳 加一齐要闪以后的后手直拳 漂亮 再加前后手的连击 小水瑶的前手一直在给对方有机会 而且后手是选择交叉的防守来防止张登树的前手刺拳 小水瑶已经被击中了三次 这也是可视防守最大的问题